朱颜第36集 在打发管家去领取新奴隶的丹叔生气时 朱颜正百无聊赖地趴在软榻上 拿着一块蜜饯逗对面的孩子 松某 过来 给你吃糖 他手里拿着一叠蜜饯糖块 然而榻上的孩子却压根懒得看他 只是自顾自地靠着高背的椅子里 用一种和年龄不符合的表情 抬头看着窗外的天空 眼神阴郁 眉头紧锁 小小的脸上有一种生无可恋的表情 怎么了 你又不是鸟 还想飞出去啊 朱颜没好气 那个孩子不说话 也不看他 只是看着天空 哎 别摆出这张臭脸行不行 我也不是关着你 不放你走 他叹了口气 摸了摸孩子的脑袋 好生好气地说道 你年纪太小了 身体又实在糟糕 现在放你出去只怕很快就死了 我得找个好大夫 把你身上的病都看好了 才能放心让你走啊 不然怎么对得起你阿娘临死前的嘱托啊 那个孩子还是出神地看着天空 不理睬他 喂 你这个小兔崽子有听我说话吗 朱颜顿时恼了 啪的一下拍了他的脑袋 再这样 小心我真的打个铁圈套你脖子上 那个孩子的脑袋被拍得歪了一下 却忽然伸出手指着天空 用清零零的声音说出了一个字 鸟 朱颜愣了一下 顺着孩子的手看了出去 赤王府的行宫楼阁高耸 深院上空 只留下一方清闭色的晴空 在薄木时分的晚霞里 依稀看到一只巨大的白鸟在高空盘旋 四只珠红色的眼睛在夕阳里如同闪耀的宝石 一瞬不瞬地看着太阳底下的大地 他全身一震 狮声惊呼 四 四眼鸟 天哪 朱颜被刺了一下似的跳了起来 反手啪的一声关上窗子 又唰的一声拉上了帘子 这样似乎还不够 想了想 他又奔过去关上了门 扯过了一块帘子 在上面飞快地画了一个复杂的符咒 苏魔待在椅子上 看着他在房间里上窜下跳 团团乱转 眼里终于露出了一丝好奇 忍不住开口 你 你很怕那只鸟 听到这个细细的声音 朱颜不由地愣了一下 这么久了 还是这个小兔崽子 第一次主动开口问他问题 才不是怕那只鸟 他画好了符咒 整个房间忽然亮了一亮 朱颜这才松了口气 那只四眼鸟 是我师父的御魂手 既然它来了 我师父一定也来附近了 可不能被它看到 你怕你师父 孩子看着它 不解 你做坏事了 朱颜有些不好意思 善善道 嗯 算是吧 哦 这样啊 那个孩子看着他 眼里忽然露出一丝机巧 又道 你师父一定很厉害 朱颜白了孩子一眼 那当然 他可厉害了 我见到他 就头皮发麻腿发软 连说话都不顺流了 要是一个回答的不对 就要挨打 啊 上次 不由分手 按着我暴打了一段 到现在屁股很疼呢 孩子看着他 不由露出了一丝笑意 打屁股 喂 谁给我挨揍的时候 是不是 朱颜哼了一声 觉得没面子 顿时又抖擞起来 小兔崽子 不许笑话我 不然揍你 坐在高椅上的孩子 转开了头 嘴角却微微上弯 朱颜关好了门窗 将房间里的灯烛 全部点起 却发现离晚饭 还有一段时间 百无聊赖 便从柜子里 翻出了一个盒子 那是一个精美的 七雕八宝盒 里面装满了 各种颜色的糖果 是夜城市场上的贵家货 显然是这个 贱民出身的孩子 从没见过的 他捏起了一颗 裹着薄薄红纸似的 蜂蜜杏仁糖 再度把盒子递到了孩子眼前 讨好似的问 能 吃一个 孩子想了想 终于伸出细小的手指 从里面拿起了一颗蜜件 神木俊产的康康果 原来你喜欢这个 他笑眯眯的看着孩子捏起了糖 却有些担心 这个会不会太甜啊 你们教人是不是也会蛀牙 孩子看了他一眼 拨开外面的纸 将蜜件咬了下去 小口小口地品尝 一口牙齿细小而洁白 如同沙滩上整齐排列的月光脊背 然而孩子一口吃下蜜件 却只是看着手里的糖纸 那是一张薄薄的银纸 上面印着闪烁的星星和水波纹 甚是精美 那是北越俊产的雪光间 孩子用小手把糖纸上的 每一个褶皱都抚平 小心翼翼地拿在了手里 哦 原来也是喜欢这张糖纸啊 朱妍在孩子面前看着 伸出手将糖果盒里的 所有康康果蜜件都挑了出来 总共有七八颗 他一颗一颗扒掉 一口倒进嘴里 飞快地吃了下去 然后将一整把的糖纸 都塞给了苏膜 鼓着腮帮子嘟囔 能 都给你 那个孩子恶然地看着他 忽然笑了起来 笑什么 他有点生气了 鼓着腮帮子恶狠狠地道 打牛 吃这么多 你是猪吗 他听到那个孩子说 会蛀牙啊 那孩子隔着糖果盒 歪着头看他狼狈的样子 忽然笑了 那个笑容璀璨而明亮 如同无数的星辰 在夜幕里瞬间闪烁 看得人竟一时什么都忘记了 朱妍本来想发火 也在那样的笑容里 平息了怒意 只是努力地将满嘴的糖 吞了下去 果然觉得甜得发腻 便冲过去倒了一杯茶 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 然而 回过头 却看到苏摩将那些糖纸 一张张地斩平 靠在椅背上 对着垂落下来的灯架 举起来 贴在了自己眼前 你在干嘛 他有些好奇地凑过去 看海 苏摩轻声道 将薄薄的糖纸 放在了眼睛上 这个房间里辉煌的灯火 都透过那一层纸 投入孩子战闭色的毛子里 苏摩看得如此专注 似乎瞬间去到了 另一个奇妙的世界 看海 朱妍好奇起来 忍不住也拿了一张糖纸 一葫芦画瓢地 放在了自己的眼睛上 看到了吗 苏摩在一边问 朱妍睁开眼 一瞬间惊喜地叫了起来 哇 真的 简直和大海一模一样 好神奇啊 灯光透射过了 那薄薄的银色锡箔纸 蕴染开了一片 一圈圈水波色的纹路 在人的眼前 幻化出一片梦幻式的波光 如同浩渺无边的大海 而海上居然还有 无数星辰隐约闪烁 是阿娘教给我的 孩子将糖纸放在眼睛上 对着光喃喃 我有一次问他 大海是什么样子 他剥了一块糖给我 说这样就能看到大海了 朱妍目然动容 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鱼姬的一声 想来也和其他浇人奴隶一样 飘零无助 带着一个孩子 辗转在一个又一个主人之间 他的最后十几年 是在西荒度过的 以悲剧告终 作为一个浇人 在沙漠里又怎能不向往大海呢 而这个孩子又有过怎样孤独寂寞的童年 你父亲呢 他忍不住叹了口气 他不管你吗 苏摩沉默了很久 正当他以为这个孩子又不肯回答时 他开了口 用细细的声音道 我没有父亲 朱妍愕然 孩子的眼睛上覆盖着糖纸 看不到眼神 低声道 阿娘说 他在满月的时候 吞下了一颗海底浮出来的明珠 就 就生下了我 怎么可能 他是骗你的吧 朱妍忍不住失笑 然而话一出口就后悔了 鱼姬红颜薄命 一生辗转于多少个主人之间 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孩子是和哪个男人生的吧 所以才编了个故事来骗这个孩子 胡说 阿娘不会骗我的 苏摩的声音忽然尖锐了起来 带着敌意 你 你不相信就算了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听师父说 郑州上古有个女人吞了燕卵 就怀孕了 甚至有个女人 因为踏过地上去人的足印 就生了个孩子 所以你阿娘 吞了海里的明珠而生下你 大概也是真的 他急急忙忙解释了半天 表示对这个奇怪的理论深信不疑 苏摩紧握的小拳头 才慢慢松了开来 低声道 阿娘当然没有骗我 那么说来 你没有父亲 有无家可归了 他凝视着眼前那一片变幻的光之海 叹了口气 抬起手将那个孩子搂在了怀里 来 嗯 孩子别扭地挣扎了一下 苏摩这个名字 是古天竹传说中的月神呢 据说他长得美貌绝世 还娶了二十个老婆呢 非常好命 你阿娘给你娶这个名字 一定非常爱你 苏摩哼了一声 哼 那么多老婆 有什么好 那你想要几个 他忍不住笑了一声 一个就够了吗 孩子扭过头去 不说话 半赏才到 一个都不要 女人麻烦死了 朱颜忍不住笑了起来 捏了捏她的小脸 也是 等你长大了 估计比世上所有的女人都美貌 哪里还看得上她们 苏摩愤愤然地一把 打开了她的手 别乱动 朱颜捏了好几把 才松开了手 道 等你身上的病治好了 你如果还想走 我就送你回大海去 在这之前 你就不要再乱跑了 知道吗 你这个小兔崽子 实在是很令人操心啊 苏摩的脸上 被糖纸覆盖着 看不出表情 许久才嗡了一声 道 那你也不许给我 套上黄金打的项圈 朱颜 哑然失笑 你还当真了 开玩笑吓你的呢 你这小戏脖子 怎么受得了那么重的 纯金像圈 还被压垮了 来 看我给你变个戏法 好不好 苏摩眼眸动了动 终于又看了过来 他将那张薄薄的纸 在桌子上铺平 然后对角折了起来 压平 手指轻快灵巧地翻飞着 很快就折出了一个 纸鹤的形状来 孩子冷哼了一声 哼 我也会 哦 这个你也会吗 他将那个纸鹤托起 放在嘴边 轻轻吹了一口气 那只纸鹤动了起来 舒展开了翅膀 在他掌心缓缓站起 扑速速地飞了起来 绕着灯火开始旋转 哇 苏摩看得呆住了 脱口惊呼 那只纸鹤绕着灯转了一圈 又折返过来 从他的额头上掠过 用翅膀碰了碰他长长的眼睫毛 哇 苏摩情不自禁地欢呼出声来 那张苍白的小脸上 充满了惊喜 战闭色的双瞳 熠熠生辉 露出了雀跃欢喜的光芒来 那一刻 这个阴郁的孩子 看起来才真正像他应该有的 同志年龄 朱颜看他如此开心 便接二连三地 将所有的糖纸都折成了纸鹤 一口接一口地吹着气 顿时 这个房间里 便有一群银色的纸鹤 绕着灯旋转 如同一阵阵的风 流光飞舞 苏摩伸出手去 让一只纸鹤停在了指尖上 垂下长长的眼睫毛 定定地看了片刻 忽然抬起头来 用一种属于孩童的仰慕和欣喜 看着他 颤声开口 你 你好厉害呀 那当然 你想不想学 那个孩子震了一下 你要收我当徒弟 怎么 你不愿意 他看着这个孩子 发现他的嘴角微微颤抖 表情颇为古怪 便道 你要是不愿意拜师 也没关系 叫我一声姐姐 我一样交给你 苏摩垂下头 沉默了片刻 小小的肩膀忽然发起抖来 哎 怎么了 怎么了 朱颜已经完全不能预计 这个孩子的各种奇怪反应了 连忙抱住他单薄的肩膀 连声哄着 不愿意就算了 我又没非要收你这个徒弟 哎 你哭什么呀 孩子垂着头 用力地咬住了嘴角 身体微微颤抖 似乎在竭力压制着某种 汹涌而来的情绪 然而泪水 还是接二连三地 从长长的睫毛下滚落 无声地划过了苍白瘦小的脸颊 怎么也止不住 朱颜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个倔得要死的孩子哭 心里大惊 即便他天不怕地不怕 却在这一刻束手无策 围着这个孩子团团转 连声道 哎呦 怎么了 不学了还不成吗 别哭啊 盛嬷嬷会以为 我又打你了呢 哎呀 别哭了 他用力晃着他的肩膀 大概也是觉得不好意思 孩子用力握着拳头 深深吸了一口气 终于勉强忍住了泪水 身体却还是不停地发着抖 当他摊开手的时候 掌心是四个鲜红的深印子 哎 好了好了 想哭就哭吧 他不免有些心疼 叹了口气 哎 你忍一忍 等我拿个盘子 替你接着先 叫人类可以化为珍珠 你难得我哭一次 可不能拜拜浪费了 他还真的拿了个描金盘子过来 放在孩子的脖子下面 好了 哭个够吧 咱点珠子 还可以卖钱呢 苏摩抬起眼睛看着他 定了片刻 却忽然吃得笑了起来 哎 你怎么了 朱颜实在是被这个孩子搞晕了 没放在家里边 我后来 你在家里边 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